这是一座垂直分布的监狱 每层都会拐压两个犯人 为了防止他们逃走 这里门都没有一扇 唯一的通道就是监狱中间那的大亨 不过这是用来运输食物的 而且深不见地 要是有人不小心掉下去 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 男主卷猫为了戒烟 主动申请加入了监狱 刚进来他就被分配到第48层 对面坐着一个白发老头 他叫老马 因为尸首杀人被抓了进来 在这里已经待了一年的时间 卷猫走过去想和他打个招呼 但是老马却一眼警惕 还让他回到自己的床位上不要乱跑 这时一个平台缓缓降落在他们面前 上面全是食物 不过已经被吃得差不多了 很明显 这些都是上层人吃剩下的东西 但是老马才不管这些 他直接上手狼吞虎咽起来 卷猫无法接受吃别人的剩饭 于是在周面上拿了一个还算干净的苹果 放进兜里 不过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老马告诉他 食物只有停在他们这层的时候才能吃 如果想要打包带走 那么房间里的温度就会马上升高 直到把他们烫死 眼见房间里已经越来越热 卷猫赶紧扔掉苹果才捡回一条命 第二天 卷猫还是没吃任何东西 他问老马 这座监狱一共有多少层 老马说他不知道 但他最多的时候去过132层 在那里一点食物都没有 卷猫听到这里有点担忧 要是下次自己被分配到没有食物的地方可怎么办 于是他准备和上下层的人商量 让他们少吃一点 多留些食物下去 这样大家都不至于被饿死 但老马说 他们可不会听你的建议 说完还往下层撒了一泡尿 三天 卷猫终于忍不住饥饿 开始吃东西 吃完他和老马聊起了天 突然 一个人从天而降 重重地摔在他们这层 把卷猫吓得一动不动 但是老马却习以为常 他还安慰卷猫 这种事在监狱里时常发生 这天 平台像往昌一样降下来 不过这次上面坐着一个脏兮兮的女人 老马解释道 他每个月都会下来找孩子 卷猫见他很可怜 于是轻声安慰了他两句 接着 平台继续下降 下层的两个男人看见有女人 于是一起把他从平台上拽了下去 监狱里突然送下来一个女人 两个小伙连饭都顾不上职 却把他拉到角落里逗地住 女人的呼叫身上 上面的卷猫十分担心 可过了一会儿 女人就重新爬上平台 很明显 他已经解决掉了这两个战武渣 接下来的时间里 卷猫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他和老马还成为了好朋友 直到这天晚上 房间里开始释放麻醉气体 他们将会被分配到其他层 卷猫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被牢牢地绑在床上 完全动弹不得 他只能大声呼喊 这时老马拿着刀走到床边 他告诉卷猫 这次他们被分到第171层 在这里不会有任何食物 想要活下去就只能不择手段 果然平台来到这一层 餐具上连残渣都没剩下一点 老马没有立刻就杀掉卷猫 而是耐心地等了一个星期 到了第八天 老马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他拿着刀走过来 对卷猫说 我不会直接杀掉你 因为那样尸体会腐烂 我每次只会割下你的一片肉 还会喂你吃一点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两个都能活 说完 他就拿起刀扎进卷猫的大腿 这时 那个女杀手下来了 他用啤酒瓶敲晕老马 然后挤开了卷猫的绳子 并且把匕首递给他 卷猫二话不说 通过去就干掉了老马 然后昏睡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看见自己的伤口已经被包扎好 而女杀手正在割老马的肉吃 他看见卷猫醒了 于是也递了一块给他 还给他喂了点水 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接下去的一个月 卷猫靠着老马的尸体 惊男的撑了过去 这次 他一觉醒来 被分配到了第三十三层 他的室友也变成了一个长发女人 他原本是监狱的工作人员 因为身患不治之症 想要在临死之前改变监狱的现状 所以自愿申请来到这里 他每天只吃一点点东西 他会给下层的人分配好 兵俊说他们只拿自己那份食物 但是下层的人非但不听 还用脏话骂他 卷猫看不下去了 于是对下层的人说 他们要是不听话 自己就会往食物上拉响 下层的人听到后 再也不甘顶嘴 就这样 卷猫和女人一起度过了 不愁吃喝的一个月 这里是一座深不可测的监狱 但卷猫再次醒来 他发现被分配到了第二百零二层 而女人也已经绝望的上吊了 卷猫感到无比崩溃 他甚至出现了幻觉 老马和女人的模样 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卷猫就这样 哄哄哄的过了一个月 然后被分到了第六层 这次他的室友是一个黑人 很快平台降了下来 这次的食物几乎没怎么动过 但是卷猫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知道 这里再怎么舒服 也只能待一个月 下次说不定还会被分到底层 于是他说服了黑人 用暴力来维持监狱的平衡 让每个人都不至于被饿死 就这样 两人拆掉床板 拿起上面的铁棍就出发了 在他们的恐吓下 必须没人敢来抢吃的 但在这层 他们遇到了黑人的老师 他对两人说 这样做是没用的 就算他们成功了 上面的人也不会知道 但下次他们还是要用武力才能镇压 还建议他们 选一份完整的食物 作为信号送上去 再往下走 有人已经饿得不行了 他们看见食物就开始疯抢 不过卷猫和黑人 还是靠着手里的铁棍 控制住了整个局面 接着往下 他们看到女杀手 被两个壮汉无情的杀掉 卷猫冲过去想给她报仇 黑人近撞也加入战斗 一番搏斗过后 卷猫和黑人杀掉了这两个状态 但他们也在战斗中受了重伤 平台接着往下走 最终停在了333层 奇怪的是 这里居然有一个小女孩 她看起来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 于是两人决定 把作为信号的奶洞给她吃了 到了晚上 黑人因为失血过头倒了下去 卷猫把小女孩放在平台上 让她代替奶洞 重备再给顶层的信号 然后转身消失在了无尽的黑暗里 而小女孩跟着平台飞速上身 她将是这片人间炼狱最后的希望 电影把监狱分成三六九等 欲望上的人能吃到的东西就越多 她们甚至可以往下层的食物上撒尿 吐口水 下层的人即便知道 也不得不吃 因为她们没有选择 而底层的人更惨 食物到了她们那里 就连盘子都被舔得干干净净 为了生存 她们只能互相残杀 本来只要每个人都按需索取 合理分配 就能够保证底层人民最基本的生存 可惜最终 尽显人性的自私与贪婪 整部影片也暗议了 当今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